哈喽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个有关CAPLAB的高可用性实验呢 到了最后一段环节 我们会结合NGX做一个高可用性的负载中文集群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像这个架构图呢 架构图中表示出来的这些机器 我们得做一个环境准备呢 我们准备一些这个real server 也就是web集群的机器 以及呢这个负载中文器 并且在上面配置好CAPLAB的这么一个工作 然后准备好一个超哥啊 对吧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是LB01、LB02是给大家整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再开几个终端啊 好 那放低下吧 好 那大家呢可以是使用这个插线啊 会使用起来 比我这个终端看起来更好用的一个效果啊 来 我们这是 哎 我们给它放底下来吧 这是LB01 最后一个是LB02 然后上面呢 我们来打开web面虚拟机啊 看一下我们准备两个web服务器是7267好 先来 SSH连一个67老师这里是已经稳定配置好了Alias这么一个别名的操作啊 好 这个咱们都不用多说啊 SSH70 是71是什么 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是72啊 72 123456好 Clear 咱们清空一下屏幕 我们现在要做的准备呢 我们在笔记当中可以记录一下这个步骤啊 来写在这叫ngins加KeepAlive的AliVED高可用实验 我们这个准备好四台机器分别是LB01LB02 然后他们的作用呢是提供了KeepAlive的啊 以及 KeepAlive的我们就让还是照第一次实验 让LB01是Master 让LB02是这个Backup 可以吧 好 然后再来准备一个web web01web02啊 我们这里的主机名啊 由于开的是web02web03主机名是无所谓的 咱们心中有数吧 我们让他提供一个页面的展示 我们就让他呢 很简单的利用ngins做一个页面展示 然后 然后叫做他俩是两个叫做RealServer节点啊 叫资源服务器节点 然后上面这两个呢是高可用性 复杂拥衡集群节点 能明白吧 那好 我们现在呢 先这样吧 先把web02web03这两台机器 给他配置好相应的一个页面展示 我们先来搜索一下ngins 那我们已经学到了后面 这个机器的这个 有关ngins的安装了 配置了 配置文件了 安装路径了 这个东西我们 已然不需要再带着大家手动的一步一步的去操作了 这个过程太费时了 我们 知道老师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就OK了 能明白吧 好 那我们 按部就班的来啊 叫做先准备好两个web节点的内容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web02啊 搞起 我们在这台机器上呢 呃 我们就这么着吧 就不用这个相对方式的命令得了 我们先ps-ef-grap 搜索一下ngins 看一下这台机器是否启动过ngins 没有 好 那我们进入到opt ls 看一下这里啊 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好这里有一个 opt1.16是吧 来我们进入到这个目录来 好 我们是在web02机器上 然后进入到它的conf目录 我们在这做一个操作啊 我们先cp把ngins.conf主配置文件做一个备份 好比叫做 back2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做这么一个操作啊 由于我们是针对临时的实验做的一个讲解 我们就把ngins.conf 叫default 让这个默认的配置信息啊 覆盖它啊 因为可能这个配置文件有我们之前定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这个听得明白吧 即使覆盖的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里要给它做的一个备份 能明白吧 我们在删除了修改配置文件之前 最好都是给它先做一个备份啊 好 那我们这里编辑ngins.conf 此时啊 它 我们给它往底下展示一下 它已然变成了ngins默认的一些配置了啊 那我们 找到那个server虚拟主机的配置 好 你看listen今天的80 然后默认的网页个目录是html是吧 好 那我们就保存退出就用它的配置 然后进入到上一集的html目录下 我们来编辑一下index html 来 我们改一下首页的内容说 我是web02机器的资料啊 我在练习高可用性负载均衡 你学会了吗 好 我们先给它做一个保存退出 然后 用绝对路径的方式啊 optngins sbin 因为 什么呢 老师为什么用绝对路径呢 因为你的机器上可能 这个在不同的目录安装了多个ngins 那么你想指定用某一个ngins的时候呢 我们用绝对路径呢 这种操作方式是一定不会出错的 是不是啊 来回车 走 好 再来ps查一下ngins的经常 此时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台机器的ip地址是0.67 好 那我们在这 打开浏览器无痕窗口来访问一下这个地址 好 我们是不是看见了说我是web02的资料啊 怎么怎么怎么 好 这是第一个机器咱们是准备好了 再来准备第二个啊 呃 我们可以这么玩啊 刻一下 这个地址 走 好 我们得到了如下结果 咱们在笔记当中啊给他记录一下 web02 叫准备好如下的页面展示 好 再来配置谁呢 web01 哦 应该叫做web03了啊 同学们是吧 web03 叫展示如下的页面 我们在这里呢啊 还是进入到OPD目录来 因为老师之前都喜欢把NGX啊 装在OPD目录下 好 这里有一个淘宝NGX232 咱们ps-f-crop一下NGX 哎 会发现啊当前已经有NGX在启动了 那 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怎么知道这个NGX进程啊 是由哪个目录下的NGX去启动的呢 这个东西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LSOF 可能得装一下这个命令啊 lsof-y 这个命令就是用来监测 查看进程打开了哪些文件的啊 要不然的话 哎 让他先装着吧 来 咱们稍等一下好装好了是吧 那我们再来探号ps查询一下 就是你可能会遇见一个问题 你知道这个进程啊 他在跑着 但是这个进程啊 打开的是哪一个目录下的NGX 我想要对他进行一个编辑修改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lsof-c 然后 加上NGX这个名 进程的名字 走 我们就能够查看出如下这么多的信息啊 来给他 网上找 来 lsof-c ngx 他就能够查看NGX这个命令啊 这个进程他打开了哪些文件 你会发现他打开的 来我们去找一个NGX.conf 来 grop grop conf 哎 没有是吧 那我们 发现他 启动的NGX脚本命令啊是来自于usrxbin的 看到他我就能够快速的判断出这个NGX啊是使用样安装的这个NGX来启动的好 那我们现在来这么一个操作啊 哎 care1281 咱们把这个NGX给它停了 好 再来查询一下进程信息 没有了对吧 那我们现在快速的利用opt下的淘宝NGX 然后sbinNGX来找你启动 探号ps 再来查询一下NGX的进程 哎 这里啊他通过进程的命令已经展示出来自于哪里了 那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lsof-c 查询一下这个NGX信息啊 你会发现他此时打开的脚本是来自于这个目录下来呀 lsof这个命令是非常好用的哈 好 那我们现在 呃先这么着吧 先给他停了 因为我们配置文件是不是还没改啊 care1851 走给他停了 好 没有了咱们进入到opt淘宝NGX 他的conf目录下 然后针对配置文件做一个备份 来 叫做back2吧 走 然后呢再来把它 然后再来把它还原一下 然后再来把它还原一下 move ngx conf default 给它还原 来 yes 好了 那我们现在 进入到它默认的目录下来 编辑这个首页的配置文件 好 在这写上 我是web03 机器上的内容 看清楚了啊 小老弟啊 你学会了吗 来保存退出 此时呢我们 opt用绝对路径的方式去启动啊 来走你 看一下这台机器的ip地址啊 来是它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走 发现 内容是不是这样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给它记录到笔记上来 web03 展示的页面如下 那我们现在啊 是不是就是去准备LB01 LB02 然后 通过负载均衡 把请求一次给它一次给它 做如下的实验 是不是 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是准备好了两个reals over 待会呢 利用负载均衡一次请求给它 一次请求给它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呢 叫做 准备好了 web集群的节点 再来准备LB 这个负载均衡的节点 好 那我们我们这个负载均衡的功能 也是利用NGX来实现的 因此我们叫做配置LB01 如下 LB01要做哪些事呢 同学们 我们把它们俩都给它 应该可以关掉了 web03是吧 来给它关掉 web02 这两个用于展示 展示资料的机器 咱们就不用管它了 现在我们来配置这两个负载均衡的机器啊 我们 ps-f graph找一下NGX 没有 好 进入到opt 诶 这也有一个NGX 是吧 好 咱们进入到conf目录下来 还是一样的操作哈 把这个NGX配置文件 给它做一个备份 back2 好 然后给它配置文件做一个默认的初始化 为什么要初始化呢 因为这个防止它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功能 扰乱我们的一个思路 对吧 再给它初始化一下 好 初始化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编辑这个NGX.conf 打开它之后 来我们找 找到谁啊 这个NGX提供负载均衡的功能 是不是也在server这里来定义啊 我们先这么着啊 先来定义一个upstream 定义一个地址值 比如叫做myweb 好 画个号 然后呢 server1 我们写上这个 哎 我们看一下这两台机器的IP地址信息啊 web02是72 它是6机啊 7267 咱们记好了 172.20.0.67 好 第一台机器 然后17 172.20.0 172 好 这是定义了一个地址池是吧 好的 那我们呢 地址池定义完了之后 是不是 在请求啊 走到了这台机器的时候呢 他会把请求转发给这个地址池当中啊 我们来继续做如下的一个更改操作啊 把这个域名啊 我们可以给它改了 好比叫做3w.这个 嗯 这个域名啊 我们可要可不要 那最好还是给它加上模拟的真实一点是吧 来给它改成3w.这个超哥. 嗯 YY啊 行 这是咱们随便自定义的一个域名啊 呃就是点点CM吧 好 好 重点在哪儿 就在于这个location的匹配 我们不让它默认的去返回一些站点资料 而是干嘛呢 proxy pass 把请求啊 转发给这个myweb地址池当中 是不是这意思啊 同学们 来 我们把如下的配置给它改发一下 沾到笔记中来 好 叫做 给它 整个大标题啊 配置LB01 主要是修改NGX 定义负载均衡尺 以及 域名的配置 好了 那我们在这里给它 保存退出 然后 opt ngxsbin ngx-t 检测一下语法 也是OK是吧 来回车 启动它 再来towerps 查询一下 该进程已经启动了 好 这是我们准备的第一个机器 OK 再来配置 LB02 啊 那我们现在是先把这个负载均衡的功能给它安排上 是不是啊 好 LB02呢 我们也是进入到opt ngx目录下 进入到conf目录下 cp 给它做一个备份 啊 都是同样的操作 然后 给它恢复一下初始化 ngx.conf 走 好了 我们来编辑ngx.conf 这个过程啊 我们已经学了ngx 学了许久了 这些操作应该是很简单的 好 我们在这儿呢 给它 同样的啊 把这个负载均衡值啊 给它沾过来 揪入了 因为他们俩都是一样一样的工作内容 是不是 把它 域名给它改一下 是叫3w.超过.cn 是吗 超过.cn 好 没问题 然后如下的这个 转发动作啊 我们得给它改一下 叫proxy pass 该代理参数 转发给这个myweb地址池 好 保存配出 optngxsbinngx-t 好 语法也是ok的 来咱们回车 哎 哦它怎么已经启动了呀 咱们ps-f grap一下ngx 哦这里啊 这台机器运行的一些其他的服务ngx已经启动了是吧 来那老师在这儿 这个pcare-9ngx把所有ngx相关的进程给它干掉 好 还没有 还没有杀掉是吧 呃 来 那我们在这儿看一下它是 有关get live的 这个大家先可以忽略老师的操作啊 好 这是呢 因为老师在搭建这个get lab这个服务的时候 它呢默认也用的是ngx 因此占用了ngx这个服务啊 好 那此时这一ngx就已然是停掉了 好 那我们现在 netstate-tump grap一下80 只要80断口 80断口没有人再占用就ok了 好 这是9080 没毛病啊 那好我们现在optngxsbinngx-t 语法sok 来回车启动 好的 那我们现在lb01 lb02都配置完了之后 叫做同lb01啊 最后一步就来了 我们 这个机器准备好了 负载均衡的配置也准备好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负载均衡的效果 是不是啊 叫做 效果 我们在这里怎么玩呢 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访问这个负载均衡的ip地址啊 也就是0.51 因为我请求给了这个0.51 他会把请求转发给负载均衡池 啊 然后分别看见web02 web03的一个页面 是不是啊 来我们直接本地cre一下 哎 此时是web02 现在是web03 web02 web03 没有web03 同学们好 那我们给他背注一下 测试 Lb02的负载均衡效果 那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啊 这两个页面的内容 是不是应该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呀 明白这个意思吧 我们一个同一份前端代码会部署两遍啊 由于我们是在这是为了给大家看出效果 因此它的页面内容才是不一样的啊 好 Lb01再来看一下 它是0.50 cur一下 走 web02 哎 是加上cur面02 web03 cur一下 这一次是web03 再来web02 没问题吧同学们对吧 好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给他贴到笔记上来 Lb01效果 负载均衡都没问题了 来我们现在往底下看啊 当你的负载均衡都正确了之后啊 我们访问他能够进行负载 访问他也能够进行负载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呢 把你们公司的这个域名啊 绑定到一个VIP上啊 我们最终啊 你不可能让用户单独的去访问这两个负载均衡器的IP 是不是啊 我们应该让他访问一个公共的入口啊 访问一个VIP 那这个VIP呢 如果呆在主上 主负载上 那主负载就进行一个代理解析 那如果这个VIP啊 在背接点上 就是这个背负载均衡器进行解析 是不是这意思啊 OK 好 那我们进行一个 KeepAlive的VIP的结合 我们现在LB01 LB02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这么着 使用LB01 让他为主 我们看见了他的机器上面是不是有一个0.150这个VIP啊 好 那我们就做这件事就行了 就选用LB01为Master 主的负载均衡器啊 因此选用他的VIP啊 150 好 那我们现在做一件事 其实非常简单了 只需要把你公司的域名啊 绑定到该VIP即可 那么我们在这是做本地的一个实验 它是一个局网IP 我们在生产环境应该绑定的是公网IP 那明白吧 好 现在本地把它给它做出来 那么最后一个实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不在这个本地客户单通过浏览器去访问去更改了啊 我们这么着 分别在这两个机器上去操作啊 分别在L 呃 这么着吧 我们让大家能够看的清晰一懂一点啊 我们还是打开一个本地的命令行终端啊 这是老师这个Mac的命令行终端 我们还是去做这么一个操作 叫做修改hosts文件啊 windows macOS 都得修改 都可以修改啊 好的 那老师这个机器呢是macOS 我就在这速度 vimetc hosts 为什么要速度啊 因为我这个余超啊 它是一个普通用户 好 那我在这打开它之后啊 输入我的密码 快速回到底行 我们在这呢 怎么写啊 叫做修改hosts文件啊 只需要 叫做 填写 VIP和域名的绑定解析关系即可 我们那个VIP选用的是不是这个0.150啊 来 0.150绑定3w.超格.cn 是这意思吧 来 保存 强制保存退出 来 保存退出 好 那我们现在叫做 测试高可用性的负载均衡 叫做效果 来同学们来玩一个好玩的了哈 我们现在在这打开一个无痕窗口 访问什么呀 是不是3w.超格.cn 就行了呀 来走 我们看一下 此时看见web02的资料啊 我们你看啊 超格在这访问了一个域名 3w.cn 他是不是解析到了这个 我们定义好的VIP150啊 那此时他 待在哪台机器上呀 是不是在这个LB01机器上呀 150在这呢 来 回车 哎 没有变是吧 来我们再次刷新 变成web03了吧 来 02 03 没毛病吧 怎么去验证呢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accesslog来看一下 来 tier-f 这个opt-ngx-logs-access-log 来 我们在02上也把这个操作给它做下来 叫做 opt-ngx-log-access-log 来我们在这 走 一次请求过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谁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啊 来 再来刷新 再来刷新 是不是LB01的NGX附带均根器在工作呀 是不是这意思啊 同学们 好 那我们现在就完成了第一个实验 高可用性的附带均根器群 我们已经通过访问VIP解析到了主附带均根器 并且正确的把请求分别发给了这个server1 server2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操作 这个交过图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keep live的主机器 如果突然出现了故障 当机了 无法继续向背节点 发送一个广播数据包 那这时候呢 背节点就能够自动的做一个VIP的一个迁移 把这个VIP啊 迁移到自己身上来 对于用户来说 是不是完全零感值的呀 我用户访问的还是那个域名 解析的地址还是150那个IP 只不过从它飘到了下面来 是不是意思啊 我们就能够最终去实现高可用性的负载均根器群 即使你这个NX负载均根 主库突然挂了 无所谓 用户还是能够正常的访问你们的站点 是这意思吧 好 我们在笔记上做下来 走 最后一步 关闭LB01的这个 打开命令行终端 Ctrl C中断它 来 我们现在是LB01这台机器 VIP在这里有一个150 没毛病吧 好 我们在LB02上看一下 这就给它关了吧 LB02这里啊 是不是没有150这个VIP啊 没毛病 那我们现在把LB01给它Power Off 直接关机 走 关了之后呀 来同学们看一下 是否能够如期我们的一个念想 APA 看一下 150啊 是不是正确的迁移到了LB02上来了呀 那你看我本来请求应该走到的是LB01这台机器 那它突然被我Power Off关机了 对于用户而言啊 我继续刷新这个站点 诶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是不是还能够看见这个请求啊 我们T2-F检测一下这个请求日志 你会发现什么呀 来 走 走 请求啊 正确的已经飘移到LB02上来了 是不是意思啊 那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台机器 LB01给它重新的开机 启动KeepLab的服务 它就能够正确的 再把VIP给它飘移回去了 能明白吧 好 那我们这个KeepLab的结合NGX的高科用性实验 咱们先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呢给它做一个练习 学习 好好给它理解一下 好 感谢大家的一个倾听 咱们下几个再见